這個欄位 當然這個欄位也講說 找半天奇怪怎麼會沒有 其實這個銷售欄位基本上就是數量乘以單價 等於是說它的銷售金額是那個乘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等於這個數量這個欄位 在乘上這個單價這個欄位所產生出來的就是銷售金額 然後銷售日期的話 後面這幾個 總共H欄到L欄基本上都是去查什麼 這個銷售單頭的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銷售日期在它的第四欄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就是一樣 銷售環數裡面然後用V的環數 那根據什麼呢 特別就是銷售單 所以這個根據那個銷售的單號去F3去查一下那個單頭表這個地方 那如果不知道查什麼 再點下面再點上去 它基本上就是銷售單號 查回來之後我要查1 2 3 第四欄 所以這邊的話第四 然後呢 比對方式的話一樣輸入0 按個確定 它就把那個銷售日期幫我帶過來 然後呢 這邊其實你會發現後面它有規律性 一直到L欄齁 基本上呢 就是把其實你會發現齁 查的東西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這個公式裡面的第幾欄的而已 比如說這邊是1 2 3 4 剛剛是第4 再來第5 第6 第7 第8 所以4 5 6 7 8 所以呢 基本上當然一般我們習慣齁 會這樣的吧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完取消再貼到公式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輸入5 OK 然後呢 輸入5之後的話呢 Enter 然後這個客戶名稱就過來了 然後再6 7 8 可是齁 你有沒有想過啊 如果你藍數很多的話 如果連續齁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它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 OK齁 所以如果你要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的話 那這個地方齁 你恐怕會需要再多學會一個函數 就是叫Column Column函數 那這個Column函數 Column就是藍的意思啦 Column 那Column意思就是說呢 我今天喔 假如說呢 我目前H藍喔 是在第幾藍呢 H 第8嘛對不對齁 第8藍 可是我要的數字是4的話 那我就把取得的藍數減掉4 那如果我現在向右拉的話 它變第9 第9如果減掉 減掉4就變5了 然後在第10減掉 就第5 4 5 6 7 8 數字就自動產生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 當然這個可學可不學啦 不學你就圖房間幹嘛 學的話就向右向下 感覺會很有那種感覺 成就感 OK齁 那一個向右向下 人家還在那邊圖房間 你就一下就做好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哪些地方喔 第一個 關鍵點在這裡 在這個4的地方 當然你有幾種做法 你可以直接 再進到V輪函數 再點一下嘛 再點插入函數 在這個地方做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上面做啦 反正都一樣齁 只是看個人習慣 那首先你可能需要什麼 第一個把這個4刪掉 然後呢 輸入一個函數 叫COLUM COLUM COLUM 這個還蠻常用到 COLUM 那指向哪一欄呢 就幫我抓目前的這一欄 所以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小瓜糊意思是說呢 你現在沒有引述 就是現在這一個儲存格 在哪一欄 COLUM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返環回來就是8 OK 所以呢 他告訴你說 H欄就是第8 所以回來的話 他會是把第8 幫你帶到這邊欄 那因為我要得到的不是8 我要的是4 所以我怎麼樣 把後面剪掉多少 剪掉4 那目前這個就是 回來的話就是4 意思是說齁 我這個地方呢 就抓那個 範圍裡面的第4欄 把它按確定一下 OK 然後向下填滿 那基本上啦 當然你不用 其實不用向下填滿 你先向右填滿 放開看看喔 剛剛是要做 很多的貼上對不對 現在放開能不能成功呢 不行 不行的原因在哪裡呢 A 啊 對對對 這個地方喔 所以呢 我們要 把那個鎖起來 因為 我如果向右拉的話 A的部分有沒有 他會變B 變C 所以特別重要 我現在抓的是A欄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我看 這邊變B 變C 變D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想把前面A的部分 加一個前的符號 那表示說我A要固定住喔 我不要 因為我向右拉 然後呢 我的A會變成B OK 所以再向右一下 放開 OK 這時候就OK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再向下 把它全部拉 現在有一些資料在 向下 這樣的話呢 就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相對起來 我是覺得這一招 倒是還蠻可以參考 Column Column Column這個函數 那顧名思義啦 以後如果有 就是 藍的部分 你要抓用Column 如果你要抓列的話 用Raw Column跟Raw 這兩個函數 基本上 他是放在哪裡呢 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檢視與參照裡面 其實這邊也會 可以找到Column OK 這個函數 那Raw的話呢 也是在 那個 檢視與參照 這個參照意思說 參照到哪一個藍 或參照到哪一個列 OK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把 你現在所在的藍 或者你現在所在的列 把那個數字告訴你 OK 那什麼時候可以應用呢 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 就是類似像剛剛這個地方 你如果不會的話 一樣可以做出來 但是問題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但是你會這個 向右向下就OK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建議 你就是把Column 減掉四 把它改一下 等於就是加了這個函數